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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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徒时代的历史可以确认2000年前发生的事件 那么祷告就是祈求上帝能力的工具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若不祷告 任何人的努力都无法成就上帝的福音事工 所以他们都专心祷告 若没有上帝的帮助 若没有上帝圣灵的能力 福音绝对无法传向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门徒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这时代的我们也一样 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福音要传向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必须要有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做工 因此 从生天日到五旬节为止 他们进行了十天非常恳切的祷告 他们祷告是为要披戴上帝的能力 上帝通过今天遵守的生天日 为我们打开了恩典祷告的道路 上帝通过深刻地教导小于我们 没有祷告的事工就没有得胜的事实 我们一起看一下《使徒行传》一章 《使徒行传》一章六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不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背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它揭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 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这是耶稣升天的场面 十二节 有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 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肥利 多玛 巴多罗买 马太 亚勒肥的儿子雅各 奋瑞党的西门 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 横切祷告 他们横切做什么呢 从耶稣基督升天的那日起 所有人都横切祷告 因为耶稣亲自教导说 上帝应许要赐予的圣灵 很快就会降临在他们身上 所以大家都依靠上帝的话语 不断地祷告 十五节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把二十名 一直到五旬节为止 都热心祷告 结果在五旬节 领受了早与圣灵 以彼得的讲道为标志 开启了使徒时代的福音事工 在此之前 初代教会正确相信耶稣基督 真心跟随耶稣的会众 并聚集在马可的阁楼里的人数 只有一把二十人左右 但在五旬节那天 有多达三千名悔改的人 转向上帝的怀抱 福音之门开始爆炸性地打开 因此通过圣经确认一下 祷告始终是召唤上帝能力的工具 看一下马可福音九章 我们通过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节 来查看一下上帝的话语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马可福音九章中的场面 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被鬼附着的孩子的父亲来恳求 求上帝从他儿子身上赶走鬼 门徒们虽然想赶走他 却没能成功 最终孩子的父亲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照着马可福音九章的记录 将鬼赶走了 门徒们想 我们虽然得到了赶走恶灵的能力 但为什么没能赶走呢 当他们私下问耶稣时 耶稣回答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耶稣说 要恳切祷告 不是吗 上帝小育的门徒们 只有通过祷告的力量 才能发生这种奇迹的真理 我们也想一想 以利亚时代吧 在加密山上 他与那些崇拜巴黎的 和耶稣别索供养 侍奉亚舍拉的八百五十名 假先知对质 当时 他先向上帝献了祭坛祷告 然后才取得了胜利 他向上帝祷告说 请让这些百姓都认识到你是真上帝 以利亚在加密山 与八百五十名 假先知对质时 上帝通过祷告的力量 赐予了他得胜的荣耀祝福 是他击退了崇拜巴黎的 和耶稣别索供养 侍奉亚舍拉的八百五十名 假先知 显明了上帝非凡的能力 上帝在各个时代 都赐予了能彰显上帝全能的 非常重要的灵的工具 祷告 从今天起直到五旬节 我们要照着初代教会的行为 照着节期的规定 从早到晚 向上帝献上十天的祷告 我们要恳切地向上帝祷告 让西安遍布全世界 希望各位热心祷告 让上帝的福音传向世界各国 也请各位为全世界各地建立我们的西安祷告 也为各位个人的细心祷告 当各位为教会 为地区 为区域热心祷告时 这祷告的力量就绝不会消失 让我们早晚热心祷告 相信我们的祷告会化为香气 被提到上帝的宝座前 因为耶稣明确的小玉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所以我相信所有西安子女 都要对祷告拥有信心才行 关于祷告 耶稣赐予了怎样的教导 以及祷告能带来怎样的国效呢 通过马太福音七章来查看一下答案吧 看一下马太福音七章七节 耶稣在七章七节中说 你们祈求救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中 小玉了我们要怎么做呢 耶稣说 祈求寻找叩门 这三个指示都在暗示 我们要怎样呢 这是指要祷告的意思 不是吗 我们要通过祷告祈求 通过祷告寻找 通过祷告敲铃的门 说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八节 因为烦祈求的 祈求的人都怎样了呢 就得照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他说这一定会发生 并简单地加以说明 看一下九节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 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当我们祈求上帝的荣耀 祈求上帝的国度 祈求福音时 上帝就会赐予我们美好的事物 不是吗 耶稣如此赐予了答案 你们祈求救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开门 因为烦祈求的就得照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耶稣明确地小遇了我们 祷告的重要性 并在马太福音七章 和马可福音九章中 再次说明了此内容 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 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为何在马可的阁楼里 横切祷告了十天呢 他们是为了得到什么呢 最终通过祈求 寻找 叩门 他们看到了 上帝在一天之内 让三千人悔改的惊人恩典 让我们回顾一下 两千年前发生的奇迹吧 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话语 十一章二十二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上帝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各位 你们能相信 会发生这种事吗 如果还认为 这世上发生的事 就是全部的话 那么就很难相信 不是有一个影像告诉了我们 在三次元世界中 无法想象的是 在四次元 五次元世界中 却能轻松且简单地完成吗 上帝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但因为我们不相信 所以现在所有的开关都不起作用 看一下二十四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我们要相信是怎么样的呢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上帝已经应许了此内容 各位 请在上帝里面 祈求公义 神圣 真实的一切内容 上帝应许说 凡事必定会照着 他的吩咐成就 有的祷告会很快得到回应 有的祷告会在一年后 十年后得到回应 上帝会按照我们祷告的内容 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成就我们所祈求的一切 上帝一定会成就 我们所祈求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祷告时 要相信这应许才行 无论我怎么祷告 上帝都好像不听我的祷告 这种想法只会让我们指责 上帝是说谎的存在 这里说什么呢 无论在祷告中求什么 都要相信是得着的 这是在上帝面前献上的祷告 关于祷告 上帝赐予了这种确实的保证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这是上帝的应许和保证 因此门徒们为了在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能够完全完成 上帝所赐予的伟大使命 需要祷告 他们恳气地祷告说 请赐予我们做这种事的能力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信心 请赐予我们上帝的能力 请帮助我们成为战胜魔鬼 不陷入恶人试探的先知 和上帝的同工 他们在马可的阁楼里 恒切地祷告了十天 当五旬节到来时 上帝领受了这种能力 从那时起 伟大的属灵和恩典的事工 开始展开 从那时起 上帝的恩惠与恩宠 像瀑布一样 临到他们身上 感动了许多人的心 所以 我们不能心不在意地祷告 要相信 向上帝献上的所有祷告 上帝一定会成就 我们要知道 有些人的祷告 会很快得到回应 而有些人会稍晚一点 得到回应 这都是为了我们的祝福 我们要坚信 只要我们的祷告 在上帝眼中 是合一的 上帝就一定会垂听 并应允我们 关于此问题 耶稣不仅给我们 做了祷告的榜样 还给我们 树立了许多信心的榜样 通过马可福音一章 来确认一下吧 请看马可福音一章 马可福音一章35节中说 四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临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耶稣的每一天 都是这样从黎明开始进行的 生活在这世上的人 有时会感到经历不足 会怎样呢 会觉得日子过得很辛苦 充满挑战 缺乏做某事的动力 不是吗 各位 祷告可以说是产生 属灵能量的上帝的全能 所以我们要每天真诚地祷告 积攒我们所盼望的天上祝福 当福音传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时 我们会照着我们所积累的祷告 得到完全的改变 成为上帝所盼望的完全的人 上帝说 你们祷告时 要相信是得照的 所以我们要献上恩典的祷告 有益于他人的祷告 为公义的祷告 为上帝知国的祷告 为福音的祷告 也请各位为自己的信心 为教会 为所在的地区 区域的圣徒们 恳切祷告 今天的祷告 会被传递到天上 并积累 明天的祷告 也会被传递和积累 有一天 所有这些祷告会突然爆发 每天都会借出三千个果子 上帝一天之内 打开了三千人的心扉 我想 彼得一定做了很多祷告 要相信 这是必定会发生 才行 耶稣在祷告中做了榜样 从清晨起 就吸收灵的力量和能力 开始一天的福音事工 我们也一样 所有属灵的力量 都是通过祷告得到的 请大家铭记此内容 在升天日至五旬节 祈祷周期间 献上热气的祷告 如此强大的事工 可以通过祷告来成就 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呢 他爱我们 以至于死 比自己更真实和爱我们的上帝 小于我们 在祷告时 要保持这种态度 看一下帖撒洛尼加前书五章 看一下帖撒洛尼加前书五章 十五节话语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都不可 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要常常喜乐 我们要怎样地祷告呢 不住地祷告 祷告是赐予我们灵魂力量的能量 我们要不断地领受这种能量才行 当我们的能量耗尽时会怎样呢 我们的肉身会变得疲倦 昏昏雨水 我们灵的状态也一样 祷告是连接我们和上帝的能量 所以上帝不希望这种能量 有片刻的断绝 所以才吩咐我们要常常祷告 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 无论是重要的事 还是不太重要的事 我们都要在祷告中度过每一天 像这样 就像两千年前 彼得一天 结出三千个果子一样 在现金时代 上帝也会赐予我们 一天结出三万 三十万个果子 上帝会赐予我们这种惊人的事工 不是吗 上帝会在某个时刻 让我们的祷告爆发 所以要努力祷告 不断积累 我们要相信 所祈求的一切都已得上 并热心祷告才行 上帝让我们不住地祷告 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到困难 上帝小于我们 要努力不住地祷告 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时常感受到 通过祷告所领受的灵的力量 因为上帝关心我们 爱我们 信心的先辈们 和初代教会的圣徒们 在祷告时 常常会发生惊人的事 不是吗 想一想加密山的历史吧 耶稣在去各个他之前 也在逾越节当晚 做了恳切的祷告 上帝以此完成了 将人类从最终救赎出来的 伟大事工 不是吗 无论发生什么大事 在那之前 都会有祷告的力量先行 上帝不是那种不回应祷告 仅仅说要无条件地相信 而逃避责任的上帝 上帝对全人类 做出了明确的应许 无论在祷告中求什么 都要相信是得到的 上帝说 上帝会拒绝那些 为我们的贪婪 或放纵自己的快乐 而进行的错误祷告 所以 希望各位能在这祈祷周中 真正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 上帝能力的工具 就是祷告 祷告也是我们灵魂的能量 若断绝了祷告 那么灵魂 就和没有能量的肉体 没有什么区别 无法发挥任何力量 因为现在非常需要祷告 所以在这十天的祈祷周中 我们要全心全意地 热切地祷告 大汉民国 全世界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所有人 都会被感动 归回西安悔改 罪得赦免 回到天国 希望通过我们热切地祷告 能成就这伟大而荣耀的奇迹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